全台第一个以上市上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所组成的中部上市柜公司精英联谊会 扮演着大台中产业交流重要平台 这天在乌日清新温泉饭店举办第28、29届会长交接典礼 在副总统赖清德的尖交之下 由台湾世卫光训科技集团董事长廖子成接下重任 廖会长也表示将发挥自身媒体的影响力 多角度打造中金会钻石的地位 擦亮社团品牌 经济啦啦队活力开场 就如同中青会即将卖入30额立班的朝气活力 由中部上市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所成立的中青会 这天在乌日清新温泉饭店举办第28、29届会长交集典礼 现场与会贵宾云集 纷纷烧来展望以及祝福 我相信这个棒棒都是强棒 有过去的基础加上他的用心 一定能够带领中青会 另外有个不同的境界 这是云云的荣耀 因为云云的女儿要来接任我们中青会的会长 所以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情 感谢所有中青会们 给我们廖子成一个很大的肯定 相信以他的这种事业的企图心 将来一定能够造福更多我们企业界的好朋友 今天的这个基础接任的会长是女性 那今天来的四个县市长也都是女性 所以我们女性继续加油 由国家 由人民 由参与来合补 请尖叫 副总统赖清德担任尖交人 中青会在28年前创立 带领许多企业前行 副总统赖清德也有感而发 中青会扮演企业跟政府之间的桥梁 企业之间就如同大家庭互相砥砺 未来所要推动的多项目标 更是让中青会更上一层楼 如果以台湾的经济实力 经过几十年来的打拼 大家的成就 已经在每一个州去投资了 在全球产业的重新重组当中 大家都占有一席之地了 所以我认为台湾绝对在经济上面 有能力成为日不落国 台湾社会光讯科技集团董事长廖子成 接下第29届会长的重任 以够够中青向前行为主诉求 运用自身的媒体资源 以多角度打造中青会的钻石地位 不仅要插亮中青会的招牌 更要立足中台湾掌握市场脉络 中青会里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上市柜的公司 那么这样一个航母呢 事实上有很多的责任 可以带着我们很多的小航舰 或很多的隐形冠军的企业 能够大家一起成长一起茁壮 在里面交流联谊的平台 可以将来出海或者是到其他领域去发展的时候 大家能够携手共创 中青会一直以来扮演着中部地区产业交流的重要平台 会员们持续互相学习成长 累积能量打造共好知识库 发挥企业ESG的责任 将中青会关键影响力带到台湾各角落 让中青会钻石般的光芒 照亮社会更多面向以及观点 借陈伯瀚 陈章安 台中青会报道 中青会报道 中青会报道